報告員 那天典禮啊 黃索黃坐在我的旁邊 我們在一起經歷過 熊山飛彈的物色 等等 所以我們之間不但 有公務上的交往 私交也非常的密切 因此我就跟他講 兄弟啊 辛苦了 他看看我點點頭 他戴著眼鏡 流下了眼淚 他 就像您講的哽咽了 他說 我把我這一生中間剩餘的價值 統統給了國家了 好讓我感動